武则天貌美如花,李世民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勤着爱民的好皇帝, 很少接见女色至少是记中没有记载李世民和哪个女子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他一生兢兢业业为创造唐朝盛世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而武则天进宫的时候,李世民已经是半个脑头子了这时候的李世民, 已经约人无数对这种聪明伶俐,心直口快的丫头,感觉自然不会很好。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感情很好,据史书记在长孙, 出自世家世一位仁慈的贤后,那么我们可以推测李世民喜欢的类型, 大概是温和贤淑的女子武则天并不瘦, 唐太宗李世民的喜爱,在宫中也仅仅是个无品财人, 而所谓的财人其实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给自己后宫选取的美人, 既然武则天那么美唐太宗李世民,又为何视而不见? 正当李世民对五妹娘这个人产生疑惑的时候, 有一个善于看天命的预言家告, 诉过李世民将来的天下要变性而此行为, 五,于是李世民就杀光了所有颇有能力的五姓官员, 而武则天因为是女子,才免了杀头之罪, 被送入了感业寺部, 管这段历史,是不是真的可? 武则天却是被李治从感业寺接回来的, 李世民算是明智的皇帝。